就因为你一个人的错误之道 整个组组一个月的努力全满费了 所有的组员全部降薪降职 你们也别这么说最优解了 他应该也不是故意的吧 这是理由吗 那我们降薪的总是谁配啊 他呢 明天就欠钱和你们的损失 我来赔 小凯 这事你别管了 安心准备去分布 可错是我犯的 我至少要留下来跟大家一起解决 解决得了吗 可能时候就别给我嘴硬了 要就不要我签好了 去分布记得找你去 不行 我还是不能 那个小凯找你 给我回来再说 为你丢丢 一个真够不要脸的 自己犯这么大错 就让肖凯帮你擦屁股 有你什么事啊 是跟我没关系 但就因为肖凯冲动帮了你 现在小凯在办公室里面大发雷霆 还不知道肖凯要受到多大的处罚呢 这责任承担得起吗 要滚就赶紧滚 你在这儿呆得越久 小凯就被你害得越惨 你就是个累赘 我别在这儿拖累别人了吗 你都必须我的不幸 被风化着 四散的无息 你刚才跟我说什么 我想说 你就是个累赘 你别在这儿拖累别人了吗 我想说 我们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以后也不会有关系 肖总监竟然做这些完全没有必要 你做了 我也不会改变什么 约织你 约织不可提 忽然我会怀疑你 闪念尝尽个梦 都有关于你 每一句都不起 与我迷失不可气 不可气不止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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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回事 妈妈 对不起 能不能 你怎么回事就算了我人 我 你怎么回事 你怎么回事 我 我又恨你爱妈妈 没事 我 又为什么你要怎么回事 肖老师 我会努力进步 我会成为帮助你的那个人 行 那我等着 嗯 还算有觉悟吗 今天晚上呢 我会找肖老师表白 这一次啊 会用自己的方式 能接受我 请你这个累赘 对啊 以后离他远远 不出口的誓言 会有回忆 那就让我们 勇敢的月 并被伤之间 放出了星星 星际闪耀光 已落你的眼睛 和迷人的水晶 伴朗的放映 你谁说 我会努力进步 我会成为 你自己的那个人 你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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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平凡的无尽 你怎么回事